结婚多年的女人终于怀上孩子 婆婆却要求她打掉孩子 你留下这个孩子 不就是想靠这个孩子 继承刘山的房子 刘家的祖屋吗 丈夫去世 孩子出生 婆婆竟拿着遗嘱来征房子 壮壮才刚满月 我又没工作 你让我们母子去哪啊 婆婆为何不认自己的孙子 最终又缘和会把孙子卖给他人 糊涂婆媳 《卖孩子》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三月三歌节是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 每到农历的三月初三 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 都会举办隆重的民歌集会 不大的县城里是歌声起伏热闹非凡 可就在2016年的三月三歌会上 在热闹的人群中 却有一个女人神情惊慌地在人流中来回穿梭 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 是见人就问 你们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他叫壮壮 一岁半肉肚子虎头虎脑的 可行人们却纷纷摇头 不过也有热心的人察觉到这事情不对 立刻拨打了110报警 警察也很快赶到 把女人带回了派出所了解情况 经了解 女人叫何玲 35岁 是外地人 她要找的孩子 是她一岁半大的儿子 叫壮壮 据何玲说 她是孤儿 是跟着叔叔婶婶一起长大的 大学毕业后 她进入了一家企业工作 在那里 她认识了比她大10岁的部门经理刘山 虽说两人年纪上差了差不多一轮 但在日常的接触中 年长的刘山给了何玲从未感受过的呵护和关爱 很快的何玲就发现 自己已经离不开刘山了 刘山对这个青春可爱的何玲也非常有好感 就这样 两人一年后结婚了 何玲和刘山婚后的日子非常幸福 可美中不足的是 几年过去了 何玲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小两口为此十分着急 刘山的母亲每每听到怀孕失败的消息 心里便是悲感失落 这是为什么呢 刘山的母亲薛老太呀 今年也差不多七十了 每天闲在家里啊 就盼着能够早点抱上孙子 所以什么时候生孩子 成为刘山和何玲 每次回薛老太家吃饭的必答题 而每次呢 刘山和玲啊 也都是门口答应 可就是没动静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俩敷衍老太太 这两口子啊 结婚以来 就一直积极努力地造人 可何玲就是怀不上 老太太就心想了 是不是现在年轻人吃东西不讲究 而媳妇啊 平时爱美 光顾着减肥 不注意营养 于是 她每天都把刘山和何玲 招回家里来吃饭 还买上一只老母鸡 炖上一锅子鸡汤 给何玲补身子 一次何玲实在喝不下了 就趁老太太不注意啊 悄悄地把鸡汤倒到了厕所里 不想 却被老太太逮了个正着 这下可就炸了锅了 老太太气得呀 当时气都喘不云了 说道 哎呦 何玲啊何玲 我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 辛辛苦苦给你熬汤 你不喝就罢了 还给我倒了 你怎么就这么不识好歹呀 要不是你肚子不争气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犯得着这么折腾吗 我看呀 我给你炖鸡汤也是白搭 这母鸡我养着它 它还能给我下蛋呢 何玲不傻 这寒沙摄影的话 它一听就明白 所以还没等老太太把话说完 她就抢过话来说了 妈 您怎么这么说呢 刘山见词 也赶紧让母亲 别再说下去了 没想到何玲顶嘴 儿子还去帮她 老太太这下就更生气了 说道 刘山 你这个兔崽子 你还护着他 妈把你拉扯大 可不是让你找个媳妇 来气我的 说着 薛老太走到了 刘山父亲的临位前 扑通的一下就跪了下去 老泪纵横地说 老头子呀 你看看你这个不孝子 气死我就算了 现在还不给你老刘家 延续香火 你还是把我一起带走得了 听母亲这么说呀 刘山赶紧跪下去扶母亲 妈 您怎么这么说呢 咱们都好好的 您快先起来 可薛老太呢 死活不起来 还威胁说 要么刘山和何林 就赶紧给他抱孙子 要么呀 刘山就修了这个没教养 又不会生孩子的媳妇 不会生孩子 听婆婆这么责怪自己 何林那一股子怒气 从心口直接冲到了头顶 妈 您怎么说我不会生孩子呢 好 我明天就跟您儿子 去医院检查 看是我不会生 还是您儿子不会生 说完 何林拿起衣服和包 摔门而去 何林还真的没再跟刘山 一起回薛老太家里 薛老太在家也不知道 刘山和何林关系怎么样了 就这样过了大概半年 一天刘山突然带着何林回来了 妈 我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说着 刘山凑到了老太太耳边 嘀咕了几句 只见薛老太听了 是惊喜地望着何林说道 什么 有了 何林没说话 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那这何林怎么会突然怀孕呢 原来那天 与老太太闹得不愉快后 何林和刘山第二天 就真的去了专科医院治疗 在进行了三个周期的治疗后 这治疗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 半年后 何林就成功地受孕 不过医生也叮嘱刘山夫妻俩 说这怀孕的头三个月 一定要格外小心 夫妻俩一听也很紧张 于是商量决定 干脆让何林辞掉工作 先安心在家里养胎 而自打何林怀孕在家后 薛老太对她的态度 也有了360度的转变 简直比对亲闺女还亲 每天又是营养餐 又是安胎汤 家务活连碰都不让何林碰一下 薛老太这一举动 也让何林十分感动 原本紧张的婆媳关系 也慢慢地缓和 甚至变得轻易了起来 家庭和睦又准备当爸爸了 刘山每天心情都非常愉悦 充满了动力 她希望能够努力赚钱 在孩子出生以后 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让一家子老老小小 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可福祸相依 灾祸却在五个月后的一天 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连续加班一周的刘山 是突然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送到医院抢救 这一检查 结果竟然是胃癌晚期 这次晕倒是因为 癌细胞扩散到了脑部 压迫脑部神经所致 医生还遗憾地通知 何林和薛老太 说这刘山只剩下 几个月的生命了 让他们俩做好心理准备 刘山临终时向母亲 说出实情 何林怀的孩子并不是她的 他们俩要孩子心切 所以签订了 人工受精协议书 让何林接受手术 母亲要求何林打掉孩子 何林坚决不同意 我爱刘山 要是孩子也没了 我可怎么撑下去 孩子最终能否顺利出生 母亲为何拿遗嘱 要将他们免出家门 糊涂婆喜 卖孩子正在播出 刘山住院后 何林和薛老太 也是埃格尔轮患者 在医院陪护 照顾刘山 期盼着能有奇迹发生 希望刘山能够好起来 但刘山自己心里明白 时间已经不多了 可她的心里 却始终压着一件事 一天 她故意支开何林 把母亲叫到了跟前 说要交代交代后事 躺在病床上的刘山 拉起了母亲的手 虚弱地说 妈 儿子不孝 以后不能伺候您了 可临走前有件事 我不想再瞒您了 接下来 她告诉了薛老太一个 薛老太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原来啊 刘山告诉薛老太 其实上次 她跟何林去医院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 她患有不遇不遇症 医生说了 她这个情况啊 基本上是不可能 让何林受孕的 唯一的方法 就是以共经的方式 通过人工受经 让何林顺利怀孕 可所谓以共经的方式 人工受经 是什么意思呢 刘山接着解释说了 就是啊 使用精子库里 共经者的精子 通过人工注射的方式 注入何林的体内 以达到受孕的目的 所以何林肚子里的孩子啊 与他之间 根本就不存在 任何的血缘关系 甚至从生物学角度来说 这孩子不是他的 什么 薛老太听完儿子的话 只觉得这心脏 是漏跳了一拍 差点背过气去 感情自己一直伺候的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亲孙子呀 薛老太勃然大怒地说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简直就是瞎胡闹 接着他语气缓和了下来 语重心长地说 儿子呀 你怎么那么傻呀 万一你这是真的要走了 这孩子 这孩子可是要继承你的遗产的 过几年 妈也走了 妈的遗产 这孩子也要继承 这么一来 到最后 你的房子 老刘家的祖屋 通通都要落到何林 和这个跟你跟刘家 没半点血缘关系的孩子手里 你这么做 怎么对得起祖宗呀 不行 何林这个孩子 一定得打掉 知道真相的薛老太 找到何林跟他开诚 不公地讲了自己的想法 薛老太认为 既然这个孩子不是我儿子的 现在就要打掉孩子 何林听后会同意吗 可何林却死活不答应 哭着说 妈 我爱刘山 他要是走了 我就只剩下这个和他的孩子了 要是孩子也没了 我可怎么撑下去 说着 何林哭成了个泪人 老太太也着急了 就说 何林啊 你少假惺惺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留下这个孩子 不就是想靠这个孩子 继承刘山的房子 刘家的祖屋吗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你要是不拿掉这孩子呀 你就休想分走刘山的一分一离 说完 老太太扬长而去 一个多月后 奇迹终于还是没能出现 病魔夺走了刘山的生命 何林挺着大肚子 含泪为丈夫举办了葬礼 由于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 薛老太并没有参加 葬礼后的一个月 何林顺下地产下了一名男婴 何林为他取了个小名 叫壮壮 希望他能够茁壮地成长 壮壮满月没多久 薛老太就来到何林住处 要求他搬出去 手里还拿着一份遗嘱 这份遗嘱内容是什么呢 原来那天刘山在病房里 听了薛老太这一番话 觉得的确有些道理 加上后来听母亲说 何林坚决不愿意拿掉这孩子 所以他就让薛老太 帮着找来了几个朋友 当着他们的面立下了遗嘱 明确地表示 何林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还表示要把他与何林 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全部移赠给母亲薛老太 之后没多久 他就与世长辞了 所以何林压根就不知道 遗嘱这事 当薛老太拿着这份遗嘱来的时候 何林是又惊又气 他没想到丈夫会这么地糊涂 他更没想到 丈夫这刚过世 婆婆就要赶走自己和孩子 何林是含着泪咬着牙 对薛老太说 这房子是我和刘山一起买的 我凭什么搬走呀 再说了 壮壮才刚满月 我又没工作 你让我们母子去哪啊 可薛老太呢才不理会 还是隔三差五的找人上门 要求何林腾房 何林没有办法了 只好是一纸诉状将薛老太告上了法庭 他提出啊 这房子是他和刘山的夫妻共同财产 而且壮壮也是刘山的法定继承人 对这套房子有继承权 所以要求法院确认 刘山的这份遗嘱无效 法庭上对于这套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 何林和薛老太之间争议不大 但对于这个跟刘山没有血缘关系的壮壮 究竟是不是刘山的继承人 双方争承不下 对此法院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夫妻离婚后 人工受精所生子女法律地位 如何确定的富含规定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受精 所生子女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 办案中 刘山因为没有生育能力 签自同意医院 为他的妻子何林 实施了人工受精手术 因此壮壮虽然是人工受精的孩子 但仍然属于刘山和何林的婚生子女 因此刘山死后 壮壮具有法定的继承人资格 那么刘山的这份遗嘱是不是有效呢 虽然继承法规定了 有遗嘱的应当按照遗嘱继承 但继承法也规定 对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 进行遗产分割的 应当先将共同财产的一半 分出来为被继承人的配偶所有 其余的才能成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同时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还规定 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基本份额 对于缺乏劳动能力 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 遗嘱也应当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而刘山的这份遗嘱 却将他与妻子何林 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子 全部遗赠给了母亲薛老太 侵害了何林的房产权 此外 刘山在立遗嘱的时候 明明知道何林有孕在身 却没有在遗嘱中为腹中的胎儿壮壮 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之后壮壮也顺利地降身 所以 遗嘱中处分了属于何林 以及应留给壮壮份额的部分遗嘱内容 是无效的 那么 刘山的遗嘱该怎么执行呢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扣除了 归何林所有的共有份额 以及应当为胎儿保留的 继承份额之后 才可以按照遗嘱 遗赠给薛老太 最终 法院综合考虑分配比例 以及何林抚养壮壮的实际情况 在稀产的时候 将这套房子判归了何林所有 而对于薛老太的继承份额呢 何林应当在获得房产后 根据评估价值予以薛老太 货币补偿 就这样 何林带着壮壮 安心地住了下来 那这住着住着好好的 何林和壮壮 为什么会来到 这故事一开头的小县城呢 壮壮才一岁半大 连路都走不稳 怎么又会走丢呢 民警产生了怀疑 可这再一问呢 何林刚刚止住的泪水 又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他是一边抽气 一边对民警说 你们快去找我婆婆吧 只有他才知道 壮壮现在在哪 找薛老太 难道壮壮的失踪 跟他有关 何林生下孩子 却无力抚养 无奈决定将孩子送养他人 看着幼小的壮壮 不得不跟着自己受罪 何林的心里啊 无助又煎熬 婆婆帮何林将孩子卖给亲戚 不料何林反悔要讨回孩子 孩子送走了 钱你也拿了 哪有反悔一说啊 为找回孩子 何林选择报警 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糊涂婆媳 卖孩子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事关重大 一队民警留下来继续询问何林 另一队民警立刻出发 寻找薛老太 这找到薛老太以后啊 一经盘问 薛老太还果真就说出了 壮壮的下落 民警根据薛老太提供的地址 在县城里的一户人家里 找到了壮壮 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薛老太 把壮壮藏起来了 另一头 得知了公安民警 找到了壮壮 何林也感到十分的欣慰 可还没等何林见着儿子 公安机关就以涉嫌 拐卖儿童罪 将何林和薛老太 一起进行了逮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就在民警 去找薛老太的时候啊 派出所里的何林 顶不住压力 老实交代了事情的 全部经过 其实何林虽然赢得了官司 有了房子 但他和壮壮孤儿寡母的生活 还是非常的艰辛 何林请不起保姆 也没人帮他带孩子 更没有经验 他只能是手忙脚乱的 全天候守着壮着 可当初为了给丈夫治病啊 家里面早已是在台高住 所以他也不得不出去找工作 赚钱还债养儿子 一次何林终于把壮壮给哄睡着了 然后悄悄地溜出门去 想趁着这个空档啊 出去面试一份工作 可当他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壮壮摔在冰冷的地板上 哇哇大哭 后来壮壮也因此着了凉 又是拉肚子又是吐 还发高烧 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这么折腾了几回后啊 何林也感到彻底的筋疲力尽了 看着幼小的壮壮 不得不跟着自己受罪 何林的心里啊 无助又煎熬 一天晚上 何林辗转反侧睡不着 突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干脆找个好人家 把壮壮送走吧 帮壮壮脱离这苦海 给他一个快乐健康的成长环境 去哪儿给壮壮 找个值得托付的好人家呢 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何林 犹豫再三 他给薛老太打去了电话 薛老太一听啊 高兴坏了 谢天谢地啊 这何林终于想通了 这么一来 自己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于是薛老太答应了 还说啊 这事儿由我来安排 你放心 保证找个好人家 薛老太说完 便忙着去张罗这事儿了 还别说 薛老太办这事儿啊 还真够效率的 这没几天便有了回信 说啊 他在南方有一户农村的亲戚 不仅家庭条件优越 还十分想要个儿子 亲戚还说了 愿意补偿给何林 抚慰费和抚养壮壮的费用 共计九万元 何林犹豫了一会儿 薛老太见词啊 赶紧说 何林啊 妈是过来人 过得瞧比你走的路还多 你听妈一句劝 壮壮跟着你啊 只会受罪 你现在这么做 她这辈子都会感激你的 听到这儿 何林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想着能给儿子一个更好的生活 又能有九万元钱还债改善生活 何林点头答应了 当天下午啊 薛老太的亲戚就赶了过来 留下钱后就接走了熟睡中的壮壮 壮壮走后 何林的心里啊 是五味杂陈 向儿子的思念之苦 让他白爪挠心 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 再看看桌上的九万元钱 何林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 壮壮现在过得好吗 吃得习惯吗 晚上会不会想妈妈 想到这些啊 何林是怎么也睡不着 没几天 他便找到了薛老太 说自己后悔了 想要回撞着 可薛老太却撂下话了 说啊 孩子送走了 钱你也拿了 哪有反悔一说啊 有本事 你就自己去找吧 于是何林便独自打听收集线索 最终啊 是找到了南方的这个小县城 这就有了咱们故事一开头的一幕 由于何林和薛老太 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很快啊 检察院就以拐卖儿童罪 对何林和薛老太提起了公诉 法庭上何林声泪俱下地说 自己是为了壮壮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才选择把壮壮送走的 自己也很舍不得呀 再说了 自己是壮壮的妈妈 把壮壮带到这个世上啊 也有权利为孩子选择一个更好的家庭 和更好的未来 至于那九万元钱 也不是卖儿子的对价呀 是对方自愿支付的 那么法院究竟会如何判决呢 首先啊 我们就要了解拐卖儿童罪 拐卖儿童罪是指 以出卖为目的 由拐骗 绑架 收买 贩卖 接送 中转 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 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前述行为之一的 均构成犯罪 将被处于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如果有法定加重情节的 还将被处啊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 还将被判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所以啊 即便何林是壮壮的妈妈 但她主观上 有获利还债改善生活的目的 客观上呢 也实施了送走壮壮 出卖亲生子的行为 所以啊 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精神里 法院认为 本案中 何林主动地提出送走孩子 并获利九万元 是本案的主犯 但鉴于何林是壮壮唯一的亲人 在报警之前 她也已经后悔 并自行寻找孩子 到案后呢 她也能够如实交代 基本犯罪事实 可以认定为自首 故法院综合考虑后 决定对何林从轻处罚 按拐卖罪的起点刑 量刑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而薛老太 在明知何林出卖亲生子的情况下 仍然居间介绍 帮助何林出卖壮壮 也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但薛老太在本案中 其辅助作用 是从犯 且没有获利 对其啊 可以依法减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案件落下了帷幕 本案中 薛老太和何林 都是可怜的女人 何林一个人带孩子 虽然辛苦 但每一个人 在选择生下孩子 选择为人父母的那一刻起 就要做好 当爸爸做妈妈的准备 这些准备 不仅是金钱和物质 也是付出 担当和坚强 好的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获得 更多法律资讯 敬请您关注CCTV法律讲堂 微信公众号 咱们下期再见 新买的婚房履现怪事 小两口住的胆战心惊 老公你别去 我怕 得知房子曾发生过命案 男人一气之下要退房 你明明知道 我这房子买来结婚的 你还卖个这么 晦气的房子给我 你缺不缺得呀 这套房子为何总有怪响 声音究竟是哪里来的 婚房里的怪声下期播出